阿牧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三百九十八集 唐沈带了不少吃的回去 可是总记不住该怎么做 一路上问了宋清晨两遍 到了机场又开始问 宋清晨没辙了 索性就加了唐沈的微信 把每道菜的做法都编辑好 发送到唐沈的手机上 半小时的陪伴 唐沈和姑姑一大家子 顺利地通过安检登机 由于是周末 纪正廷带着宋清晨返回了纪家 周绍景和纪灵从机场出来后 周绍景就问他 灵灵 我们是不是该去医院复查了 今儿太冷了 明天再去吧 纪灵动得缩着脑袋 周绍景却满脸地担心 可是医生盯着我们 一周后要去检查 这都过了半个多月了 我担心 哎呀 你怎么那么烦啊 我不是说了明天再去吗 周绍景动了动唇 到底还是没敢说什么 两个人一起上了车离开 到了家之后 机灵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 便打算回去休息会儿 突然听到屋里 宋清晨再跟管家说话 管家 家里的佣人 好像差不多都回来了 怎么不见离婶回来呀 哦 离婶离得比较远 请的假也是这两天回来 不过 我昨个给离婶打电话 想问问情况 结果没打通 到现在也没给我回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哦 那回头要是打通了 你帮我问一下 我的喷雾放哪了 您还没找到啊 宋清晨摇摇头 没有 房间里都找遍了 我在想 会不会是离婶 给忘记放我房间了 管家眼底一正 那行 晚一点我再打打看 嗯 麻烦了 管家 有些若有所思地退了下去 李婶平时不是这么马虎的人啊 应该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呀 就在管家转身的时候 忽然看到季灵站在那 似乎也在想什么事情 管家默地想起来 那天被大小姐和太太撞见的事 后来还单独把离婶留了下来 难道 但是这种事 他这个做庸人的 也不好直接过问 现在 只能先联系到李婶再说 季灵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宋清晨正要上楼 他连忙拿出电话 给家里坐机打进去 宋清晨刚想上楼 家里的坐机就响了起来 他看了看屋里 也没看到庸人 便自己走过去接了起来 喂 快到楼里来一下 宋清晨拿着电话 一脸莫名其妙 去楼顶 而且那声音还挺着急的 肯定是有什么事 宋清晨没做多想 便上楼了 到了室外楼梯的时候 他才发现 自己没穿外套 今天外面又特别的冷 宋清晨不敢出去 便站在楼梯口 查上面询问 有人吗 宋清晨 你快上来 季灵的声音 从楼顶传来 宋清晨微惊 怎么会是季灵 他只能上去 看看这个季灵 大冷天的 跑楼顶做什么 楼顶的风更大 宋清晨刚上去 就吃了一大口西北风 那寒风 似刀般闯进胸口 让他呼吸一致 紧跟着 一口气险些上不来 季灵在边上 偷偷观察着宋清晨 恨不得他 一口气上不来才好 宋清晨缓解了一下 但并没有顺过气来 他连忙去抹口袋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穿外套 药也在外套口袋里 宋清晨心里暗叫不好 宋清晨 上次开烟花的时候 我耳钉掉了一个 你回来帮我转一下 季灵知道他已经不舒服了 便故意跟他说话 只要宋清晨开口说话 冷风灌进他喉咙里 他的哮喘保证会发作 宋清晨扶着墙壁 让自己站稳 季灵看出他已经发作了 便站起来走了过来 明知顾问地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您怎么这么活 宋清晨张着有些发紫的小嘴 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 小川 小川 药 药 药 是这个药吗 季灵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子 正是宋清晨用的那个喷雾 宋清晨一看到药 激动地朝季灵扑过来 但是季灵故意退后了一步 将手抬得高高的 一脸幸灾乐祸地 笑着看他难受的样子 给我 宋清晨颤抖的手伸过去 眼底蓄着一层薄雾 薄雾下是恳求和痛苦 宋清晨残喘着可怜的气息 觉得自己随时面临着一口气上不来 会死在这里的悲惨下场 他不要 他不能 也不可以 他还有很多事没做 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说 这样想着 眼泪便跌出了眼眶 宋清晨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不该跟我激灵作对 你今天的下场 都是你咎由自取 激灵不但没有可怜他的意思 还满脸狠利 咬牙切齿 宋清晨缓缓地摇头 呼吸变得只出不进 一手扶着墙 一手捂着胸口 脸色更加恐怖地发紫 是不是很难受 是不是很想要这个 继灵看他难受的样子 挑衅地将喷雾 递在宋清晨面前晃了晃 而宋清晨 已经奄奄一息地 靠着墙面滑了下去 双目涣散地 看着面前模糊的东西 明知道那个喷雾可以救自己 可是他却没有力气抬手去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继灵扬装一脸可怜地看着他 却得意地将喷雾 拿在他面前晃悠 拿去啊 怎么不拿啊 拿去你就不会死了 你就可以 继续做你的少太太了 宋清晨内心是绝望的 但是他又不甘心 不甘心 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他的家人 他的丈夫 他漫长的一生 我的 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突然又站起来 伸手去抓继灵手里的喷雾 继灵没想到 他居然会搞突袭 紧张地朝后退了一步 却不想 身后是楼梯 当即脚下踩空 刹那间天旋地砖 身体扬倒 不受控制地朝楼梯下摔去 一接又一接 铺天盖地的疼痛 伴随而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